17号传出病危消息的陶大伟 康复的情况各界都在持续的关注 今天中午陶泽出席精品活动 媒体又再次询问 对此陶泽除了感谢大家对父亲陶大伟的祝福 也表示父亲是第一 专辑的话请大家耐心等待 我是陶泽 男人是第一个家 大家好大家好 一出场就用中英文介绍自己 陶泽选择紫色西装外套搭配深灰色衬衫 衬托国际精品的高贵气质 虽然首度未精品站台 不过媒体焦点还是锁定父亲陶大伟的康复情况 稳定 然后就是需要休养 然后同时间还是要继续感谢 因为不管是在收到一些 比如说网上的留言也好 然后透过可能媒体 亲朋好友 很多人都有在祝他身体早日康复 那我相信他身体一定会很快就好起来了 陶泽除了感谢大家对父亲的祝福 也分享这阵子照顾父亲陶大伟的生活点滴 老爸最近就是之前在医院的 然后身体不太好 就有很多的一些他的一些亲朋好友来看他 那除了说要应对我爸 我还要应对他的一些老朋友 那他们也都差不多也就是那个年纪 七十几岁上下 每天都要同样要重复说 以前我跟你老爸怎么样怎么样 好累啊 真的好累 我觉得我还是赶快把 让爸爸身体这个 然后我要赶快去做音乐了 对 虽然陶泽开启小玩笑说 要赶快去做音乐 不过当媒体追问 什么时候要发行最新专辑 陶泽回应 我觉得爸爸还是第一了 对我来讲 专辑的话 也请大家耐心地等待 未来陶泽将陆续筹备新专辑 并规划巡回演唱会 希望能交出一份好的成绩单 新唐人亚特电视 如天长李津津 台湾TV报导